3 2 1 请按钮 自卫长照大联盟 这是成立我们现场一个热情的 工业院携手20家业者 在经济部卫福部代表的见证下 正式成立国内第一个智慧长照大联盟 透过整合AI人工智慧 半导体晶片以及通讯资案等技术 打造长照验证体系的服务新模式 政策照顾中心 很多医院也加入我们 因为很多老人的恢复他的体力 实义住行要怎么去做 所以医院的照顾中心很重要 当然刚刚我们一再谈到我们的ICT业者 国内的显示器 感测器 像中华电信 物联专网等等 最后面加上一些服务的机构 大家把它串联在一起 我觉得这是台湾很难得有一次 透过大联盟大家可以好好整合起来 提供一个完整的解决方案 工业院打造智慧照护验证试验场域 将长辈从可以自由行动到握床需要照顾的需求分为三阶段 分别是负能检测 非接触失能监测 以及失智整合解决方案 运用智慧科技进行协助以及照顾 骨架分析去辨识说这个受测者他的运动的这些成效如何 然后去做辨识说他的哪一块肌肉需要再去做加强 主要就是透过五种动作来辨识说他的肌肉的状态 那这五个动作分别就是你先静止不动 然后他会系统会辨识出你身体的这个稳定性 那再来的话就会做空手深蹲 那接下来的话是做单脚蹲下的这个动作 那再来的话就是做前然后侧边还有后边的这个 就是脚的这个稳定性的这个检测 透过非接触式的感测将长辈的资讯会整在一个看板上 包含了呼吸心跳体温睡眠咽尿等等的状况 还能够快速掌握长者的状态以及所在位置 因为我们在这地方有导入了几个非接触式的感测技术 那最主要就是有两种 一种是呼吸心跳的身体资讯 那这两种呢分别是一个是叫UWB Ultra Wideband的超宽屏的无线感测技术 它可以直接放在身上或者在椅子后面去侦测到你的呼吸心跳 那第二种呢是用一个叫Wi-Fi的一个身体感测 那这Wi-Fi就是一般我们在手机上网的那个无线的接收器 用它也可以侦测呼吸心跳 那另外第二种无线侦测的部分就是那个姿态的辨识 有用到热感 然后还有一个是压力电 这两个呢它的影像 我们会经过AI模型来辨识出它是什么姿态 像热感可以坐站握 然后那个压力电的部分就会你是正躺侧躺 或者是坐在床上的一个姿态 那透过这几个姿态以及你所在的时间跟空间做一个整合 我们就知道你现在的行为到底是异常的还是正常的 工研院积极布画2030技术策略语兰图 聚焦健康乐活领域的应用上 面对即将来到的超高龄社会 希望能够号召更多的业者 导入工研院智慧长照相关的技术与平台 守护每个家中的引发宝贝 同时提升台湾医护长照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 开播新竹万事联采访报道